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阶线性维度方程 首先看一下它的定义 我们说我们称 这样一种形式的方程是一阶线性方程 那么一阶主要体现在这个YP也这儿 那么线性主要体现在后面 那么它是P乘以Y加上Q的形式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Kx加B 那么对于这种类型的方程 它我们说有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如果你这个Q等于0 这个时候它比较特殊 我们给它称作其次的 也就是说相当于没有那个常向 如果Q不等于0 这种我们称为非其次 那么对于这两种 我们将分别进行讨论 然后给出它们的一个计算公式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其次的 YP等于Px乘以Y 实际上观察这个方程 我们就注意到它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 可分离变量 你可以把这个Y放在一边 X放在另一边 这样的话就变成 Dy比上Y等于Px乘以Dx了 当然Y不能等于0 然后两边一起积分 左边积分我们可以积出来就是lawn 绝对是Y 而右边呢 现在因为你不知道这个Px是什么 就只能先放这儿了 这里呢我们把这个呢 就看成它的一个远函数 所以呢我后边给它加上一个C1 然后我想把这个Y解出来 lawn它等于这个 那么把这个对数符号给它放在右边的话 那么绝对值Y就等于E的 一个是E的C1 一个是E的Px的积分 好了 这时候注意到 因为这个是Y的绝对值 你把这个绝对值符号去掉的话 因为E的C1本身是个正的 你去掉绝对值符号 它就可以取正负了 可以取正的也可以取负的 所以我们前面加一个正负E的C1 那么注意 Y等于0是不是它的解呢 我们带进去一看 Y等于0也是它的一个解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这个E的C1本身它是一个正值 现在加一个正负的话 它可以取负的了 但是取不了0 如果我们把它都换成一个C的话 注意 我把这个换成C 那这时候 这个C呢 就可以取正的 可以取负的 可以取0 这样的话 它就能把这个Y等于0 也包含在里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对于其次方程的一个通解公式 那么对于这个通解公式 那么有一点我们需要强调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PX 它是G1比上G的形式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还是这个方程 刚才告诉你 这是它的通解了 好了 如果你这个PX 我们说等于G1比上G 刚才我们导出那个公式了 就是LUN绝对值Y 好 G分 PX DX 加C 好 现在我把这个PX 换成这个G1比G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G1比可以凑为分 凑成DGX 然后这个再一击的话 就LUN绝对值GX了 所以实际上就是Y的绝对值 我们看就等于 因为你这个 刚才我们说了是LUN绝对值GX 现在你把这个E 给它取在右边的话 那么这个也就变成绝对值GX 好了 把绝对值符号全去掉 然后再把那个Y等于0 也包含在内 其实你就会发现 我们直接就可以写成Y等于CGX 这个才是这个方程的通解 这是我们用这个可分离变量去做的话 得出来是这个结果 就是说不需要加绝对值 但是如果我们套这个公式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套进去公式 上面这个就是LUN绝对值GX E的LUN绝对值GX 肯定还有一个绝对值 而我们用这个可分离变量做的话 它是不用加这个绝对值 但是你套公式的是带绝对值 这样就会带来这个麻烦 所以呢 我们一般对于这个公式 我们说如果出现LUN 绝对值GX 因为我们正常来说 对于一个积分 这样一积分积出来的话 通常都是带着这个绝对值的 但是对于这种类型的 我们说我们不用加这个绝对值 因为我们算了一下 根本不需要 所以在今后我们做题当中 其他类型的我们不用管 对于这个 我们是可以去掉绝对值的 并不需要 绝对值得来的